主料,梅花肉300克,大白菜200克,辅量,鸡蛋清一个,食盐1茶匙,花椒粉2茶匙,生粉2汤匙,蚝油1汤匙,辣椒粉2茶匙,干花椒15克,干辣椒15克,细香葱2根,酸酸吧,皮鲜豆瓣酱2汤匙,料酒1汤匙,姜1块,菜籽油4汤匙,水适量, 将梅花肉切片,我一般用的是猪梅花肉比较嫩,比肌肉,我感觉煮过后太老,放入碗中,放入适量生粉,食盐,鸡蛋清搅拌均匀,腌制10分钟,准备适量的辣椒和花椒,我用的贵州大红桃色的好看味道没这么辣,姜和蒜分别切磨,炒锅下入干花椒和干辣椒小火配香成棕红色后,捞住剁碎备用,不需要太碎, 大白菜撕成片,洗净绿干水分,炒锅放入二汤匙菜籽油加入豆瓣酱,酱油末,葱段炒出红油,再将鲜糖或者精水,胡椒粉,料酒,蚝油等调料放入,六角几下,尺子调匀,水煮开后,先下入大白菜片煮熟,煮熟的白菜片捞出铺入器皿中,再加入腌制好的肉片化散,煮到肉片变白, 煮的时间不要太长,以免肉片的口感太老,将煮好的肉片倒入容器里,加剁碎的花椒,辣椒碎,辣椒粉,花椒粉,碎末撒在肉片上,拎起锅,倒入二汤匙菜籽油,烧热,将热油均余的淋在辣椒末上,一碗焦香四溢的水煮肉片,几至做完成,烹饪技巧, 一,花椒被干时,用手一面就碎食即可,二,是用油的选用手选菜籽油,这才是正宗川菜味道,三,最后的热油焦泼,是点睛之笔,不可选略,四,炒辣椒和花椒的时候,一定要小火慢慢炒,火急了容易呼,炒香的辣椒花椒剁碎以后,攒在肉片上,吃起来焦香满口,十分有味, 五,垫底的菜可以不用白菜,可以换成豆芽,油麦菜,生菜,小白菜,干豆腐等等都可以 六,白菜最好用手撕,这样更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